为解封就是可以用餐了 所以很多的饭店也推出相关优惠 你只要出示疫苗接种的记录卡 订房跟订餐都是有不同的折扣 那是不是用黄卡抢客的促销站 也一触几把呢 饭店在疫情期间进行改装 房间简约又现代 还有大片对外窗 准备迎接客人的到来 随着疫情和缓 降级微解封之后 饭店也推出相对应的优惠 其中关键就是使用我手上的小黄卡 你好 我要check in 你好 您这次入住的是 我们接种疫苗卡住房优惠专案 是 谢谢 透过这样的专案呢 每人每房还可以折底一百元 鼓励大家多打疫苗 那同时饭店这边在每位客人住宿之后 我们也会进行完整的清洁跟消毒 我们也预估可以为假日 大概成长一到两成 为了让旅客安心 饭店房间都会用酒精消毒过 空间也会喷洒消毒水 让民众住得更安心 不少饭店都针对疫苗接种推出优惠 像是天成饭店集团 只要凭疫苗接种卡 最多可以折底一千元 阳明山天籁度假饭店 也寄出房价优惠 还送五百元餐饮抵用券 台南相隔里拉则是周间用餐打七五折抢客 拿这个卡可以有优惠的话 等于就是一定会有优惠可以拿 那这样也是省一笔 店家有四处就是拿小黄 疫苗黄卡去内用的话 我会觉得也会比较放心 其实国外针对施打疫苗也有推出优惠或是抽奖活动 搭配疫苗的行销手法更是屡见不鲜 帮助了政府在接种疫苗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度 也就是原来我接种疫苗 还可以在另外的时间里面得到一个优惠 那整体看起来其实三方共赢的效果 在这个行销活动上面算是一个很好的成果 因为三级警戒不少饭店住房率只剩下一两成 趁着接种完疫苗的违解风抢业机 三立新闻于城湖旅裴军台北采访报道